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今年的本科毕业生 是绑画系第二工作室的葛英雄女同学 也是我的学妹 我们是同一个工作室毕业的 我也是本科也是绑画系二工的毕业生 她在这次的毕业创作是一系列的绑画 名字是今夜故事 首先我其实第一是有一个好奇 就是说我看了一下第二工作室的同学们创作 我发现今年做绘画的好像真是很少 特别是做版画的 这是第二工作室 对我们从开始做方案的时候 我是一个比较画面的 比较致力画面的 他们一开始那些方案还都是比较偏致的 装置啊影像这些的 就还今年还挺特殊的 我记得你之前的创作 就是怎么讲 你是感觉在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你怎样想到你最后毕业创作 想要就是一个绘画的幅形式来呈现 就是之前之前 之前我的实践一般都还 就是我个人感觉还挺发散的 就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 因为经历过就是申请学校这个环节 也是在一段时间 就是短期的有限的时间 就是使劲的创作 就是那个突然很快的去创作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二公就把这个叫创作 然后那个经历这个之后 我就发现就其实尝试了各种 就包括影像啊装置啊 还有这些就是新媒体的 或者更多别的就玩材料的一些 一些作品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我还是想回我头来去研究一下画面的东西 想去再从歌园上再去挖掘一下吧 就是因为毕竟四年版画戏 其实做这个课题就是想给它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实践 就是首先我觉得我看到你的这个系列的这个版画的这个作品 就是我感觉在语言上也是挺一致的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这种版画语言 你觉得你是从一开始做接触到版画 就或者说跟你之前的作画作品也有关系呢 还是说就是或者说肯定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中间在这个创作中会有什么变化 或者说有什么总结吗 或者说你是怎么选择它 就你说视觉风格上还是 对对对 是这个系列其实最早是源于 最早最早是源于就是我自己随便画的一些 就是关于梦境 因为我经常是做一些奇迹怪的梦 然后我就就是经常会画出来 就是来不及就写下来 但是一般的有时间都会尽量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再 在就是这都是一些元素吧 就是就是会积累在一块 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 其实是先先做了一些铜板作品 铜板画作品 然后就是那个是那个系列的名字叫 所有的狮子都进塔里了 就是在我那个链子里面后面 对 然后刚开始做的是那一项 然后就是我是希望就是当时是希望从 就不要从铜板的那个语言和语境 就是不要从铜板的手画去切入一个铜板作品 我就想把它就是当做一张纸 就是随便画 然后潜意识的 然后随意的也好 这样就是去更意识走一些 随便画一些 就这样一个形容 然后发展到这个的话 就是因为工作室老师嘛 也说就是你这个要深入 要体现工作量 这毕竟是那个毕业创作 然后就在对这个造型 在塑造进一步的认识 包括老师也是就是给进一步的指导 所以也就更深入了吧 之前那个算是一个银子 然后后面这个就更深入的研究 其实你在这个链接下面这部分 就是等于说是你在前期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过程 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是也不太好 我觉得就可能说是在这个毕业创作之前的进行的创作 对 是这样 然后我看到你在这个描述里面说到这个 我看啊 然后翻上去 就说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吧 就是故事都很难被复述 就像梦境一样透露了复杂的恐惧 质疑希望背后的秘密 从黑夜将至到夜幕降临 野猫变成了狮子 而在实在的黑暗中狮子又是什么 我的故事讲完了 跑来了一头狮子 先捉住他的人 别忘了打开他的肚子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感觉怎么讲 就是你的从你这段怎么样 作品简介和整个画面的感觉上来看 你的这个绘画的 怎么说 你的绘画的这个来源 或者说你这个动机还是蛮潜意识 有一种或者说梦境这种东西 但是其实我 你最后特别最后一句描述 先捉住他的人 别忘了打开他的肚子 让我非常的 就是突然想到就是那个古希腊神话里面 这个聂默尼亚的那个狮子 就是那个大力神海格丽丝 对吧 十二项伪迹之第一项 他当时就是抓 把那个狮子勒死以后 但是他想把那个狮子皮剥下来 但弄不下来 他就拿狮子的爪子 用狮子的爪子 用自知自己的爪子把皮弄开 然后他把那个狮子皮就做成了盔甲 对 就是你跟这个故事是有关系吗 还是没有 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事 其实没有关系 其实 不过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这个也算提醒我 我觉得这还挺 就是 你是说最后一句话 还是这个作品 我觉得 作品内容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 就是 一是这句话 第二是 我觉得 你的作品的这个 整个画面的这个气氛吧 就是会让人有这种联想 就是会有点神话的 就是一些神秘一点的 远古的 这个感觉 我其实 这个最后一句话 这个其实是当时是 受那个 你知道那个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不是最早 最早的第一版的时候 其实非常黑暗嘛 就是当时 对社会的一个讽刺 对一些问题 这一些就挺现实 但是又挺抽象的 其实 然后一些 把故事做成 那样那样的那种 就很奇怪 有的很血腥这样 他其实这个是 里面有一个故事 最后一句 当时那个原句 应该是 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他先 应该是 先抓住老鼠的人 别忘了 剥下他的皮 将他的皮 做成一个帽子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 但是这个最后一句 当时跟格林童话 那篇文章 其实也并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就是想把它 也算是用点吧 就是把它 用在我这个里面 它也是算是 加上一层 那个荒诞性 就这个 然后这个 作品里面 狮子这个元素 其实 其实这个最早 跟我小时候的 一个情节有关 就是我小时候 是看着那个狮子王 迪士尼 那个最早 那个狮子王长 我觉得特别 特别喜欢那个 那个我后来 后来理解它 其实也是 我小时候最早 也就是最 我心里最原始的一个 英雄主义的一个情节吧 就是一个像 可能梦境 我梦里面也会经常 梦见狮子 可能按 这个弗洛伊德 这个说法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这个情节 就是童年的情节 最早的一个 原始的一个 一个想法 然后 反正我平常 因为对它感兴趣 平常也是看狮子 一些纪录片 什么的 它可能 可能在 别的层面上 可能也是 对我自己的一个 对我自身的一个 反应吧 就是 我也具体 说不上来是 怎么样一个 一个状态的 一个表现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还有 就是我 不是很理解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 你这几个作品之间 比如说 很明显的一个关系 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 在这个链接里面 第一张 第二张 这个黑夜将至 和这个 第二张黑夜将至 和第一张经夜故事 包括你在你的文字 描述里面 也有从黑夜将至 到夜幕将至 整个这样的过程 也没有变成狮子 什么 就是包括在这个 画面里面 会有狮子 然后在第一张 那张最大的 那张里面 右边部分 也是有一些动物 应该是狮子的形象 就是你这几张之间的 有什么联系吗 就是它们是一个 很紧密连接的关系 或者还是一个 互相的一个 硬撑的关系 我是因为它那个 黑夜将至到夜幕将临 这个就包括叙述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是想就是 用这样的逻辑 把这几张画 就是它那个 之间的关系 串联的更紧密一点 而且还有就是 它也是一个 好像像是一个过程 但是又不能 是完全的是一个 就是说有开始 有中间 有结尾的 这样的一个顺序 然后那个 还有就是 就是那个 狮子在里面 就是狮子在里面 也是一个 起了一个作品 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就是 我里面有两张 两张作品 就是一个是蛋糕 一个是玫瑰 这两个 我就是 这两个 对 当然这两个 跟别的就是 它的叙事语言 相比起来 就可能更单纯 更纯粹的 它就是一个偏审美的 它就是一个 单一 像单音节一样 这样 对对对 很平缓的一个 突然慢下来 这样 然后我想 就是这八张画 我是想 把它的节奏 和它的逻辑 就像 像一个音乐似的 但是又 又不是 那么具有叙事性 但是它是 它是有 它是有一定逻辑的 就这可能也是 我在叙事性上的一个 一个就进一步的 学习和研究吧 因为我论文也写的是 关于平面绘画 叙事性语言的研究 然后就是 也是一个尝试吧 就是 所以你讲 在就是说 这几个 整个系列的 具体的绘画 还是会 就是会 会形成一个 这样的文化性 就是一个 不是非线性的 非线性的一个趋势 然后像一些 这个小的一些东西 会有一些 节奏上的挺顿 和一些 间歇的感觉 或者说一个补充 佐证的一个 一个力量的感觉 比如说第一张啊 第一张其实是 你这所有人 最大的一张 是80乘120的 还是蛮大的 对 加上边框嘛 还是挺大的 你作为板块来讲 我觉得挺大的 就是 比如说像 第一张里面 就是我发现 我是否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感觉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左边是一个 在吃一个尸体的状态 是这样的 是 可以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一个对话 然后桌子上的对话 然后这几个人的形象 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 就是不同的状态 对面的这个人的 这个状态也是有点 有点神奇 然后右边就是一些动物 然后走向了远处 有一个门里头 有一个这个人 对 这么一个状态 是 我发现你这个画 其实可以用图像学方法 来也分析 因为你这里面的信息 还是蛮多 就你说一下吧 你说一下你是怎么想 或者说你只是怎么想的 或者你是怎么不想的 我是 其实我这个最开始就是 就是想的很简单 就是想的是 这其实是很多 很多梦 梦境 就是当作片段 它的就是串联吧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结合的结果 很多也其实是变形的 就是其实就比如说 左边这个就是很多 就是很瘦的这个女巫 这个所以他们在分是一个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 你说他人他也不是人 但你说他要是个食物 就是就他没有定义 就是他就是他自己 然后就是他就抛开了之后 里面东西 就是其实这里面 也没有哪个是女巫 哪个是人 或哪个是动物 其实他们都是都是他自己 就是因为 就是我是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什么东西 毕竟它的分类 都是从分类法 这些 先是给它定义 一个更先入为主 一个概念 其实他们就是他自己 就是没有 他们也不是动物 他们就是他自己 或者也不是人 或者怎么样 然后这边是地上 地上那些其实是 其实是像橘子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橙色的 它应该是橙色的 对 就是它是在我的观念里面 它的名字就叫水果 就是 它就是水果 但是它 对 它的名字 它就是水果 就是一个 一个 听起来很像一个共享的概念 但是它其实就是 它就是水果 就是一个个性的一个定义 就是它就是 这些人 对 这个我想说一下 就是桌面上的那个鸡蛋 就是打碎的那个鸡蛋 那个鸡蛋 就是跟我之前的那个系列 有一个叫 The End 就是一个人被吊 感觉像是头脑 吊上一个线 一个人 就地上也有一个碎鸡蛋 就这个碎鸡蛋 就在我 就是 就在我这些作品里面 一般都是 它是指向的是一个终结 就是一个 就这事就没得谈了 就是没缓了 就是 就是 就是到一个顶点 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或者是到最后 一个结尾 但是 但是这种概念 又说不清楚 所以说 就是 就是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 就是完了 这种感觉 完全上谈的 你打碎以后 你就无法修复 就是 就是碎了就是 最后一刻 但是最后一刻 那就没有 其他的故事 对 就发生不了 就在它 对 就在它目前的这个 这个状态上 对 然后 还有这个电灯线 这些 电灯线 也是 就是 我想去 去打破 就是 这个空间的 这个 就被 它被定义的一种状态 就它到底是室内还是室外 它其实没有一个定义 然后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姑娘 对 旁边这个 这两个是 在 它其实是在一个池子里的 就是 池子里有一个楼梯 它可以 像一个池子 对 是的 就是说说你这些笔数 我真挺喜欢 就是 我就挺喜欢这种笔数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 这个黑色 这个影子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像面壁思过的一个人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就这个 这个 一次一次 这最左边吗 左右 最右边 是 最右边 看到看到 有一个面壁思过的人 然后这个 这个影子 上面 其实里面还是有 就是有一组树 然后 但现在 因为 这个 这个其实 现在可能看不太清楚了 然后他这个就一群 就像长头发这样 像女巫一样 这个人背后不是还有一群人 就他没有特征 这样 就只有一个 一样的形状 然后他后面其实是一个 大概可能是 就是很古老的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庄园 像那样的风格 一个 就意大利南部的那样风格的一个庄园 但是看得很模糊 就是 在我心里还是那样的 其实我 突然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什么 就是或许可以提出一些东西来影响了你的这个创作 就是 reference 你说 reference的话 就是 其实我一直 管异一点 可能 因为我一直特别喜欢 KK Smith的作品 就是他 他的 他版画也比较多 他也是一个 就是挺深的 就是 挺 挺 挺跟着 像 有些像 一样自由绘画一样 就是 其实他 其实我这个创作过程 就是从他学的 对于造型的认识 这些 就是改变的 其实也挺多的 就包括 对一个画面的构成 或者说 对一个 就是 个体 怎样 往近 就是说 深入 但这个深入 不是说 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的深入 可能是我之前想象的那样的深入 就是 一个 对 就我 其实认识到还挺 就 这个过程去学习还挺多的 然后可能就还有 就是 我对梦的兴趣 还有对 之前 也是 稍微读过一点点 那个解构主义 可能 也是希望 希望能 把它 再 再 再更进一步理解 也是可能会体现在这个 实践这个 对 然后 这个是 这个其实画面构成 就跟我那个 所有诗都进塔里 就那个 那一章 就是 比较像 然后 也从它 其实也从它发展般的 比较直接 对 这个是 它 刚才是 我是 就是 那个时间其实 其实进入一个 比较枯竭的状态 就是 这到底是 就是 怎么 这个构图 或者 这一切都比较乱 其实当时我就 随便画 然后就是 拿 因为拿 我就想 拿之前的画 就是 相当于自己临摹 自己 然后 然后去 去 就 这种新的可能性 画一画的 后来我就在后面 加上了一些 波浪 发现它像了海 然后再往后加 再往后加 慢慢的就 就出来一些 还不错的效果 然后就继续往进走 就是 我其实 我其实个人觉得 前面这些 狮子 机理 我觉得它 比较有意思 就是 像这些斑点 还有些刺 对 就是 有些是平面 有些是三维的 对 有些又是结构的 就是 其实这个 这个 我觉得 还真是 用版画比较好 就是很有 这个感觉 还有蓝色星 就是当时 当时那个 所有诗泽信塔里的 那个系列 就是里面 是有蓝 就是绿色的灯 就是绿色的 有闪光点 就类似 那样的光点 然后蓝色 这个星星 就是也是像 也是像 类似的 这样的意象 但是蓝色 就是 就我对蓝色 这个颜色 就 就是 别的一种感情 就可能跟这个 这幅画里面 这种情感 可能能更有共鸣 所以我就用蓝色的 星星 我觉得还有 就是 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 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这个 所有的这个 基本写的 都是综合版画 你这个综合版画 指的是啥 综合版画 其实就是 像第一幅 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 这个是 今夜故事 最大的那一张 对 就这张其实是 铜板 铜板画 就是当时 在那个 就是 新冠肺炎之前的 做的 做的一个铜板 做在 做到大概有 百分之六十 这样的程度 就在 许晓工程师做 对 然后 然后因为这个 新冠肺炎 最后 这些都搁置了之后呢 我就是 也是其他的 也是一部分 也是铜板为底 然后后来 加上一些手绘 再加上 数码版画 就是 这样的 就是后面的 基本都是这样 对 后面都是这样 所以说你这个 衣服就是 以铜板为主 几乎全是铜板 对 几乎 大部分是 大部分 然后后面的 后面 对 后面的 加的内容 会更多一点 对 是这样的 后面就是 所以说你这个 所以说你这个 除了你后面 那个系列 就是你在 毕业创作之前的 创作那个 就是 稍微时间 短一点的 那种系列以外 这些就是 所有世界都 进塔里 后面的那些 陪伴啊 这些 这些系列以外 其他的这些 其实都 不是那个 一个很多 这样的版画 对 可以说 对 就只有 纪念故事 这一个系列 是 是不可以复制 很多的 这样的 然后 其他都是版画 其他都是 传统意义的版画 后面这些 都可以复制 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 我后面还有一个 我的那个 微电影 就是叫 Tender Drip 那个 那个就是 我还 比较满意的 一个微电影 打一把 看到了 对 是 这个很神奇 你在你之前 整个这个作品 一期的版画 下面再加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我之前看过吧 就是在去年 暑假的时候 挺好 对于这个 你还有什么说呢 就是除了 推荐以外 推荐 就是先看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不看的话 对 不知道 除了什么 对 那也是 如果有兴趣的话 希望大家看 是 非常 非常非常 谢谢这个 可立生同学 给我们分享 这个他的作品 和一些 各种 这种 各种事情吧 各种 整个 很有意思 之后 之后 也不一定会有 会还会采访别人 但也有可能会采访别人 但是都 不太确定了 就是 看情况吧 对吧 OK 那就这样吧 那就 再见 再见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